我觉得世界上好多好的地方旅行 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你改变了人生了吗 当然 怎么改变 因为什么改变 就是我现在之所以像现在这样想 像这样生活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去了世界上的有些地方 看到了有些东西 改变了我的想法整个人生 比如说 比如说我第一次到欧洲 我从飞机上往下看 我第一次 我的真的就是 就exactly当时一个想法就是说 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 就是你大片的绿地 偶然的村庄 一个教堂 然后你下去 你从我记得我的朋友 从法兰克福开车 半天到汉堡 差不多整个大半个德国 一路 我当时说了一句很蠢的话 我怎么一路向花园呢 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是 第一次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曾经 法西斯 曾经战后恢复什么 但是你现在去看 你真的 你很难想 你没到 你很难想象一个地方 你可以高速公路开五六个小时 周围 不是农田 都是草地 偶然有村庄 这当然改变人生 世界不一样 我最大的改变 这跟看书有啥区别 对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第一次出门旅行 1980 上飞机的时候 我是个男孩 boy 下飞机的时候 我是个男人 那去菲律宾 所以我的人生改变比你大 一趟啊 我就没了 我以为我改变人生 先小开始 你是改变精神 我是改变了身体 改变相别了 不是 你但是改变了这个 改变了身体 你改变了精神 不一样 真的 就到菲律宾 这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 不短啊 七天 反正是生命一个意外 也要意外 我觉得 我改变的是什么 比你们都悬 我改变的是时间 我也是最近慢慢有的一个体会 就是为什么 在自己平常生活居住地 时间过得特别快 但是我后来发现 去旅行的时候 时间变得特别慢 你比如说 我们规划去哪旅行 有的时候我会想 时间太短了 只有三天时间 或者只有一周的时间 但是我发现 真到了那儿 很奇怪的感觉 尤其是你想 这三天啊 这一周啊 就跟一个人过了一生一样 就是因为你看 至少是过了一季 对 就是我觉得好慢啊 就是 这个很有意思 后来我自己尝试解释啊 我觉得有点平行宇宙 就是你看啊 人的时间感呢 是内容决定的 你比如说你平常 朝九晚五 每天上班 做的是重复性的工作 这个一周啊 天天过六天 跟过一天 没什么两样 插一下就过去了 可是你 心理时间上 就是一样的 对 你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看 从一下机 或者一下车 完全是新的 然后找地方住 适应环境 去吃 然后去哪玩 新的经历 说不定还有艳遇 整个最后 拜拜告别 带着怀念回去 你看 整个 我就内容多了 你知道吗 你一天去的 好几个景点 内容 新鲜的内容 你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其实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哎呀 怎么天快黑了 博物馆还没来得及看 什么什么 但是就像你说的 你一稍过几天的时候 你就会讲 我们来了多久了 对 好像很久了 好像一个夏天的内容 都过了 对不对 对 就时间变慢 所以呢 而且通过您的 原先的参考 所以寿命变长了 对 所以说 旅行 没错 我的结论就是旅行啊 实际延长我们的生命 因为毕竟你的时间 是你的主观感觉 对不对 因为我们旅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状态 你想想看 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 这种抽离出来 我们很多人说 旅行的时候 去体会人家的生活 但事实上 我们永远不可能 体会人家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你到底 没有在当地找工作 你没有在当地 交过租金 交过税 你是一个外地人 忽然坠入到那个地方 跟那个地方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你只是来消费 跟被消费 你就一个外地人来 跟这个本地生活 没有关系 所以你当然 体会不到人家生活 你说好听点 那就像是个人类学家 来观察 另一个社会 说难听点 就是个游客 就是个局外人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谁对你都不会有要求 你没有丧失要求 你没有工作要求 你别的人 你甚至生活上的很多 这个社会 要尽的各种义务 都不要求你 就是游戏规则 跟你熟悉的那个 完全新的游戏规则了 对吧 所以这让你觉得 到了另一个世界 唯一一个比较扫心的 现在就是有微信 那可以不开吗 跑东跑西 你只要一上网一打开 你不打开就难过 一打开就回到了 你原来的生活节奏 还真没有序 可能你是这样 我在旅行地 我也会看 但是我真觉得距离感 超脱 不是距离感之远 我再看祖国发生的事 跟我身在祖国的时候 感觉太不一样了 我觉得像是看 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 就是太遥远了 好像非洲发生的事 那我感觉刚相反 反而在香港 我看看冷笑两声就算了 看香港新闻 因为到了外面看 有时候蛮温暖的 因为有时候去了外面 看新鲜的东西 体会新鲜的经验 可是几天之后 就真的有点想家了 没有那么温度温暖感 上网描一下香港的新闻 觉得那个认同感 那个紧张 在意的部分 有我在意的人 在意的事情 我跟你相反 所以我比较好 而且这种相反 我觉得还不单是个别的人 我觉得香港的人 跟内地背景的人 在这点上会有明显的差别 怎么说 因为香港的人 从来就容易旅行 他们的政见 生活环境 去英国 去美国 从来就不是一件 特别大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香港人到海外 没有人说 海外怎么好 怎么好的 你看香港人写的小说 到了外面就坐洋街 就好像很冤枉一样 跑到任何国家都说 哎呀我没得饮茶了 看不到明州了 等等等等 台湾也好 内地也好 很多人离开 到了海外的时候 至少一段时间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要知道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仅仅在三十年前 改革开放之初 我父亲他们作为工程师 就出差 上澳大利亚 出一次差 你能想象到吗 要提前半年培训的 我父亲 他们这些 要半年之后要出差 是要提前半年培训的 然后要很多 学点英语啊 国外的礼仪啊 坐飞机的 飞机都没坐过啊 就坐飞机的 注意事项啊 什么的 这要培养 培训半年 反去省批 可以换五十美金 对 你只能带五十美金出去 那是什么年代 七八零年代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我是1984年 第一次回到内地 从香港 我在台湾读书嘛 然后暑假 然后就回香港 参加学生团 去内地 然后去北京 可是呢 不晓得怎么搞 先去广州 然后那时候还坐了 反正过夜的火车啊 才到了北京 也是大开眼界嘛 其中一个 我就记得睡睡觉 到站的时候 那是整个人在睡梦 集中 对 大概是五点多到 五点多 六点到 这广播啊 把我们叫起来啊 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啊 同胞们 广州战 不是 北京战 北京战到了 北京战到了 哇 把我们吓了 整个人跳起来了 第一次有这种 我以为战争要爆发了 同胞们 秀国的 报国的时候到了 所以你这 就是说 这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的民风 对对 你知道 我有一次去那个 我发现这导游也挺逗的 我有一次去墨西哥 就是那种那个 玛雅文化的那个 你知道他那个导游啊 要不墨西哥也呢 他也是激情洋溢啊 还有半小时没到呢 他就开始口计 我就是在制造音响效果 你知道吗 我也听不懂 他说了什么语言 我估计他说的是 神秘的金字塔即将来到 问题是他在车上 我说这无聊啊 不无聊啊 大家都睡呢 你要听西班牙 与墨西哥的解球 多球啊 他们要进个球 三分钟 三分钟 高潮能够持续三分钟 一个球可以讲三分钟 就是连续这个喊声啊 这三分钟 没错 我有点说出去 你知道出去旅游 除了不能捡石头之外 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我跟你说 你对当地人啊 不要随便模仿 有的时候 但是那个狂欢节 你正赶上 你正赶上 他那个狂欢节啊 每个人陌生的男女 只要在那天那街上 你都可以抱住他亲吻 所以满大街都是陌生的 他们就这样 一开始老欺负我们女的 也不叫欺负了 我们的女同事 就那么弄 到后来我一看 咱中华民族不能吃亏啊 要抱他们那大胖子 亲一亲 就是那个挺逗 然后呢 他当地的 你要不说风土人情 真不一样 当地有选美 我们在那呢 还做了一个节目 我跟这个选美皇后 一起主持 他们那呢 以胖为美 这个选美皇后啊 也是一坨出来的 就是但是很美 长得非常美 长得非常美 但是呢 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怎么办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院长 就是原来的 北京广播学院的 这个院长 就是后来 身先士组 不是身先士组 他想出招来 他想出招来 他说你们俩语言也不通 男女主持 怎么这个人说完了 怎么知道 另一个人说完呢 他是有见于 那天狂欢节上的 这个风景 他说哎呦了 这样你说完了呢 你就亲他一下 他说完了呢 他就亲你一下 这样你们俩 就就就有节奏了吗 于是我跟那个选美皇后 台上亲了 你总有一百多回 哎呀我说完了 他就亲一下 问题 他从此一句话 分三段说 就那个时候 不是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墨西哥的男人很嫉妒 就像意大利的男人一样 他的男朋友 在底下看 你知道吗 他男朋友在底下看 我们俩就这样 就是接吻为号 他男朋友一开始 还底下喝彩 叫好 后来我爸亲了几十次之后 他脸色变了 哭了一会儿 扭头就走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 是不是拿东西去了 吻文涛够清醒的 亲了一百下 还能注意到下面 当然 我觉得是尤其要注意 尤其 我一边亲一边定下 我怕他冲上来 谁知道 这个他一族人士 他少反应啊 对啊 我就是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我就有一回在意大利 我也是跟我的一个朋友 打低 这个意大利 这个司机啊 就是 你比如说 我就有点不服 我给你钱 你找回我零钱 我不要是一回事 但是装糊涂 很大面额的 就不找零钱 然后呢 就欺负我们不懂语言 在那讲讲讲 后来呢 就差点打起来 因为我也进不自的 他很有特色 我也是学意大利的人 就是 还有加点手语 结果这司机就开车门下来 要跟我打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记住这个教训 然后我就关着门 不让他进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旅行好旅游 尽量避免呢 因为就像你说的 旅行可以相对的 比较多的接近当地的生活 旅游呢 你真的是在一个玻璃球里 一切都是被安排的 你连自己找饭店的机会都没有 有时候很惨 跟旅游团啊 跑东跑去吃中国饭店 对不对 所有他们都是回扣好的 中国饭店 你跑了一个国家 你跑从头到头 才吃中国菜 何苦呢 这样对不对 不过问题是 现在就算是自助旅游 也未必就不是旅游了 就自助旅行 因为包括比如说你找饭店 你要找什么 很多时候上网查资料 查资料 比如说去那个 刀刀网啊 Trip Advisor 那都是全球游客 共同推荐排行榜 比较多四位 然后大伙都往那去 然后你去了那些地方 就发现所有的餐厅 里面全是世界各国的人 都在一起 都在讲英语 因为全世界游客 都是看同样的资讯来 我有时候会想 曾经有段时间 我想这样不行 我要找真正当地人 会去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会寻求 我不要去游客去的地方 我要去当地人 会去的地方 但是后来我在想 其实这个想法很狂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去过一些国家 就想去他们传说中 找到门道 带我去一些当地人 才懂得去的餐厅 而一进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 尤其是那种旅游城市 比方说像威尼斯 这种地方 威尼斯整个城市 就像迪士尼乐园 为游客奉献 对 可是即便是这样的地方 它仍然还保有一两个地方 真的是当地人去 你一进去 你就觉得不对劲 不对劲在什么地方 所有人都盯着你 而且不友善 为什么 它会有那种感觉 你不应该来这里 我们本地人 在外头伺候你们 搞了这样 整个城市让给你们 就连我们最后这个 喘口气给我们本店的地方 你都还来搞 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如果我要太混进当地人 我觉得会冒犯 也不要太明感 有时候你旅游 那你难得去一个地方 去日本最简单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去饭店 你看里边没有照片 这个菜 就是日语的菜单 或者是直接讲的那个菜单 然后你就问人家 这个是什么 你就叫了 他们即便不欢迎 但他也不会拒绝你 生意还是照做 你反正有照片的 很舒服的那些饭店 你都是吃不到当地的特点 还有一条 我觉得要去欧洲 我这个不管政治不正确 我还是就讲 这个你不管世界怎么发展 旅行 你要去欧洲 你先去别的地方 拉低你的水准 但是欧洲又不能随便 乱起 阿诚说过一段话 我觉得蛮好的 我引用它 他说不要先去意大利 先去德国之类的国家 看工业文明 发展 花园 公路 然后第二次 再去巴黎 英国 两百年前的房子 看得很开心了 第三次再去意大利 他说要是倒过来的话 你先去了意大利 再去巴黎就没意思了 再去德国就更没意思了 你这个不是政治不正确 是经济不正确 你要想到广大的劳动人民 他们我就觉得 可能就只去一会 很多人真的出他到现在 他八国九国游 他出趟国 没办法 他出趟国都是很难得的 那就没办法 又考虑自己经济了 有时候我真觉得 这个黄金周假期 这个游客挺可怜 他这个你看 没有这个财力能够出国怎么玩的 你到国内的景点 你有没有去过 十一国 就是国庆节的西湖 哇 我看到 那真是人的海洋啊 那哪是湖啊 那就是人海 那不叫西湖 那叫人海 真的叫摩肩插肿 你看过照片 那个断桥啊 就像一个隧道一样 就是挤满了人游行啊 真是摩肩擦肿 包括挤在中间 你知道吗 你十一去哪里都是嘛 华山全部是比望角 香港望角人很多 那我觉得假如德国 这样一路下来了 我经常跟朋友推荐 这位只真的要去一下非洲啊 看那个动物 以前我 天使 我 那个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 肯尼亚还是德州 肯尼亚那边 那个当然是大规模的天使啊 就算不是 我去好的地方 从来没有做梦 只有非洲草原 我是经常做梦 就是早上五点钟 四点多 把你叫起床 在那五星级的帐篷 那个拿个早餐 咖啡给你 喝完坐了吉普车 开出去 天全黑的 全黑你一路往前走 它调好了时间嘛 一路往前走呢 看到了太阳 坐在你前面 全部慢慢升起来 然后那都算了 一升起来 亮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你原来旁边 全黑你以为什么都没有 原来不是 所有的动物 什么场景 鹿 大象 什么 Lion King 对 因为感觉呢 我们讲了几百年 什么天人合一 原来那时候你发现 你就是 你是人 可是原来跟动物 是全部 同在那个moment 但是它是策划好的 是不是 它整个区域 是 不是 不是 我去南非 就是策划好的 所以很 南非是比较 南非有几个地方 它那种营啊 你跑去看的动物 它们都养的 就这样 它说那种 它说那种感觉 我在肯尼亚得到过 你看 肯尼亚那个国家森林公园 就去看动物 就人在车里 人在车里 动物在外头跑 我首先见那那个马赛族人 你就知道为什么 马拉松肯尼亚肯定是金牌了 你知道它是平地 平地 所以能看它人都瘦高 他们经常做一种运动 我看就是原地这么跳 这么跳 所以一个个都那个瘦高瘦高的 所以而且就是爱跟你合影 一合影五美元 一合影五美元 就这样 那就是 我不说那个 我不说人 我就说这个动物 我跟嘉辉啊 真是有同样的这种感觉 就是咱们说旅行 有时候会获得一些精神体验 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种天人合一 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了 因为四周无人的时候 哎呦 你没想到这个长颈鹿啊 当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它那么巨大 比你原来在电视上看的大很多 而且呢你知道 他很友善 为什么过去中国人说这个长颈鹿是一种神兽啊 哎呦 你离近了看你就知道了 他呀跑的时候啊 就是上身不动 真的很gentleman 很绅士 就是这样 只是四肢脚在 所以这样就腾云驾雾 然后呢 我那看那个凌阳 我一下我就发现 哎 男人和女人之间很多的这根源就在这了 就是你看一个公子在这儿看着几个母子都是他的 对吧 然后呢 一百米开外又有一个公子调事了 哎哎哎 然后这女的呢就蹬蹬蹬往那走几步 哗 这公子就扑扑扑扑过去 把这个母子圈回来 然后刚把这个母子圈回来 左边那个那个小二妾还是什么 反正他是一夫几妻吧 大概是 左边这个 那小三又跑了 又跟那边这个公子又得得得得 那女的又过去 他哗哗哗哗 哎呦 你知道他几个小时 做男人多辛苦 他他他他 你就看出他这个公子 他跑就圈 把他这个女的圈回来 然后我当时 一下子我突然感觉就哭了 文韬一下子知天命了 不不 没错 他一下知天命了 我这辈子就是这样 男人啊 没有文韬一定是找人家母羊过来那个人 那个小王 知天命 我我还能静解高点吗 不是 来来来 请请高点 但是一下子知道了这个男女的秘密 我主要是获得了那种感觉 突然一下啊 就是草长应飞 你知道我获得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再也难以遇到 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消失了 没有了 好奇怪 我觉得我没有了 好像是我在悬空 看着这个这个公母在这 这么这么草长应飞 哎 就是那种天然合一 他的天命就体会在回来以后啊 再类似的事情他不care 对 我也有过一次 我们懂了 类似的经验 但是是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场合上 那是198889年 89年 我第一次去北京 坐火车 那个时候呢 太穷了 孩子学生 我们买便宜车票 我已经飞法兰克福了 你还是第一次坐火车 那我去过外国了 第一次回北京 然后呢 我们就买这个 硬坐车票 结果就后悔了 我们不是从香港出发 我们从广州出发 我们那时候 刚刚在学习摸索 在大陆坐火车的窍门 因为那个年代跟现代不同 那个时候你有票 不表示你上得了车 他化了位 也不表示那个位置是你的 通常是你上去之后硬坐 你想想看 就位置上全站满了人 那我们根本没位置坐 然后你一开始还会再计较 说这位置是我的 后来你也学懂了 别计较 对 说好有位置 不一定真的有位置 计较为挨重 那一趟 那倒还不至于 但是你整个车都这样 你跟谁计较 这三十多个小时下来 我学懂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 中间其实人挺有散 我跟你讲 就有时候 比如说你站久了 有人坐久了 他还会 真的会起来 给你轮你坐一下 但其实最主要理由 是因为他要上洗手间 要你临时帮他 把这个位置 但他上洗手间 你要上洗手间不容易 因为洗手间里面 也坐满了人的 那那一趟 我学懂最大 就是忘记自己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挤到后来 我觉得是到了武汉 可能还好点了 挤到后来 就真的是十几个小时 就这么站在这 然后那些 有些人呢 比如说洗鼻子 吐痰 手都抽不出来 就透到你身上 就他也不 我猜也不是故意的 然后就拿到身上 那那时候 你比如说几个小时 这样子 你怎么办呢 我就学懂了 忘记这个身体是我的 就艺术上叫由我自尽 到我自尽 王国为的学习 但是呢 你知道中国人民的膀胱 我1980年 你说1980年的时候 1980年的时候 我们坐火车 那种绿皮的火车 去那旅行 我也坐那个 江辉 你知道我当年的特异功能吗 一抛尿啊 30个小时 当时闻到 我是处于什么状态啊 我也像你这样修行来着 脚没有粘过地啊 就那个挤的 是几个人把我挤起来 甭说去厕所 你动都动不了 我底下还有一人呢 你就这么从那个 就座椅底下 也塞着人睡躺着 对 我也坐过那个 哎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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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小便 这个怎么办 最后我就 憋着最后 就像你说的 天然合一了 身体也消失了 人尿合一 只有一个膀胱 真的 就在我的心中 就这个这个定啊 就是入定了 只有一个膀胱 我只有一个膀胱 30多个小时 人家是两看相不厌 只有静庭山 你现在四面看不厌 只有膀胱在 真的 就是入定 就禅定在这个膀胱上 膀胱没有了感觉 就是只有它的存在 一路膀胱 就是我就想了 一路膀胱 然后以至于 火车到了站 我飞奔去厕所 十分钟的时间 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尿不出来 对 冰冻了 憋久了吗 我也试过 憋久是出不来了 所以你别抱怨 这辈子总有出不来的 一次的经验 所以你今天 我告诉你 后遗症到底 今天有什么植物神经 什么 紊乱 就是那回 一路旁观的后果 所以我真的不能老工作 我需要去度假 我需要去旅行 我需要另一段人生 来调剂我自己 千万别再忍了 是吧 所以说最开心的事是 待会又可以去厕所了 节目时间到了 那咱们最后 咱们这个第二季 这个大圆满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我 发工资啊 请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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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咱们这个该上的东西 这个上一上 庆祝咱们这个胜利收官 这个咱们让这个圆桌派啊 我请你们 干嘛呢 看看 谢谢啊 苹果派 谢谢姑娘 来 谢谢 请你们吃派 来 一人一个 你们也是代表广大的 辛苦了那么久 就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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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又不高 真的能吃 就是放羊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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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是 代表我们 这一季的 很多很多位嘉宾 气他们吃 他们还没这个口福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呢 代表二 对吧 放哪 能不能不要这么二 说明我们有多么二 对 太二了 这个上海老 上海老 第二季 第二季 咱们就是 这是说明我们对观众的心 这个春残到死 丝方进 蜡聚成灰 泪屎干 我们第二季 就把我们当蜡